詞曲 李宗盛 剛抱著哥哥睡得感覺怎麼樣 很好睡 睡飽了 我是真的在睡 第一次睡覺 我看起來有幸福嗎 我愛我哥 真的要說我從哪一刻開始喜歡我哥 我覺得是開始有很多的事情開始刺激我 大家要我哥去結婚找對象相親這個那個 對 好 摸到這裡的時候你就 巴不得現在就給你走了 離開這個咖啡店 尷尬的相親 你覺得你會選誰 我會選小月 認識的人才知道小月 人的成長必須要跌倒幾次 今天也給我兩種選擇 一個小的小月一個大的小月 我全都要 成年人做什麼選擇 當然這兩個都要 所以他我還是中遠 他兩個都要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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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錄了 要說具體 我覺得是在 他們幫我哥介紹女朋友的時候 馮寧的出現 因為我其實原本對我哥的情感是很模糊的 一直到有這麼一個人出現 我才意識到我的感覺不對 是超過我對哥哥的那種喜歡的那種在意 覺得我要捍衛我喜歡的人 我要捍衛我的感情 從那一刻開始往後 我開始對哥哥就很主動 那油門吹得太猛 我到底要有機會 我到底要有機會 那油是哪 這怎麼看 我看 你要小心 你拉過來 沒關係這裡行啊 其實這裡還行 我怕 我是怕給人 撞到了 對啊 為什麼不可以啊 幹什麼壞事 我就是覺得他在發酒瘋啊 那時候我們分享過 我認識他很久 我從他18歲的時候認識他 我當知道我要演他哥哥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有一種帶入感 覺得我要照顧他 我會有一部分的責任 所以當他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說 就是一個弟弟在好像對哥哥的撒嬌 所以當下 並沒有會想到這件事情 但他真的開始有一些情緒上來 發現他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震驚的 就有點像家長 絕對不是擔心怎麼樣 是擔心那你 你不被接受 你在這件事情上被欺負 你怎麼辦 我覺得哥哥想的點又是不一樣 那他以後 一個人要對我帶著這份愛去過他的人生嗎 基本上要我接受這件事情是不可能 導致我後面被趕出去嗎 你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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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兩個版本 第一個是好不好 人是很危險 第二個是 哥已經幫你存了一筆了 對不對 我很想去UCOL各位 在國外 自己比較玩太小 我待會兒禮製